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六 刷了南部克拉斯洛達爾邊區的洪水重災區 下令調查地方官員的反應遲緩 是否造成超過144人喪生的原因之一 國家電視台播出了普京對緊急事務部門官員發表談話的情景 這些官員向他保證這場洪水不是附近的水壩出現的問題造成 但部分當地居民說這場洪水就是水壩的弊端所造成 遭受重災的城鎮克雷姆斯克的居民並沒有事先得到警告